大家好,我是怪叔叔家的怪小弟,今天小弟给大家讲一部男子意外解开古墓探寻神秘上古失落文明的惊悚悬疑电影《鬼木迷灯》 在夜黑风高的晚上,小枫拿着块镜子望着里面像是有什么诡异的动静,当他要在看清时却惊醒了 没错,小枫在这天又被噩梦惊醒,他觉得很是怪异,自己怎么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做一次这样的梦 当他还在思索这一切时,他的好兄弟胖子打电话过来,随后就告诉小枫已经打听到了千年古玉的下落了 他们立马启程前往一座私人住宅,里面住着一位古墓探险者九叔,还有他的女徒弟小莹 两人正在探讨几天后寻找古墓的事情,小枫并没有多在意他们的话 而是等九叔师托两人走后,就开始偷取那块千年古玉 但没想到这一切都被小莹发现,由于小莹是个妞女子根本不是两人的对手 千年古玉就这样直接落入小枫手中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只是九叔设下的一个圈套 他知道两人来偷取千年古玉是为了去天山龙窟 还知道此行,他们也会偷跟在后面一起前往 很快这天到来,九叔带着他的三个徒弟前往天山龙窟 小枫和胖子也如九叔所料跟在后方 天山龙窟,九叔一行人经过寻找,终于在晚上发现了古墓的踪影 小枫叫来自己经常合作的墨姐前来帮忙 九叔一行人开始打动,探测墓穴下风的情况 没想到挖上来的土竟然是血红色的 伴随着一阵铃声的响动,几人就消失不见了 近九叔一行人转眼间就不见了 他们也赶紧跑过去查看情况 发现闯入死门的小枫,本想放弃这次进入墓穴的想法 然而胖子却不以为然,觉得这次不能就这样白来 当一阵铃声响起,他们就这样被传送进了墓穴里面 当他们醒来后,发现自己都和同伴失散 小枫开始寻找起胖子和墨姐踪影 另一边九叔两个徒弟因为贪图墓穴中的财宝 触发了墓穴中的机关,直接命丧黄泉 铃声再一次响起九叔和小莹陷入危险之中 危急时刻九叔用自己对机关的了解 推算出可逃离这里的声门 果然,小莹很快推开声门逃了出去 就在九叔也要一通进入时,门却突然关闭了 小莹只能独自一人开始接下去的探险 在沿着洞穴前方行走 她很快遇到掉落在墓穴中的小峰 两人便一起结伴而行 四人结结完毕可还没来得及高兴 墓穴又有了新动向 之间成群的丧尸向他们几人涌来 胖子还被丧尸抓伤 莫姐及时伸手解决了眼前的丧尸 可一人还是难敌成群丧尸 好在最终还是脱险 在行径的路上他们更加谨慎 没一会儿就来到一个宽广的大厅里 在角落还躺着九叔 小莹立马上前查看九叔的情况 好在并无大碍 这时墙上的壁画引起小峰的注意 在那些壁画里面 小峰的脑海中浮现出千年前 秦峰带领公主逃亡的画面 里面的秦峰仿佛就是自己 当大家都还在观察房间中异象的景象 胖子就在这时候失度发作 一把上去掐住小峰的脖子 想置他于死地 眼看小峰就要丧命 墨姐为了救他只能先让胖子领盒饭 小峰看着四亲兄弟的胖子 躺在地上死去 心中万般难受 还斥责墨姐为什么要杀死胖子 就这样两人彻底决裂 墨姐气愤的自己一个人走了 但探寻墓穴还要继续 九叔带着两人继续向前方打探 再经过下一处大厅 里面发出阵阵毒气 三人冒着生命危险 跳下身不见底的出口 三人还没缓过来之际 墨姐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只不过这次他身上带着尸毒回来了 墨姐为了不伤害到小峰 在最后有意识的情况下 拿起小峰手中的刀杀死了自己 小峰抱着死去的墨姐伤心之际 九叔却凭借自身能力 找到了墓穴中的主室中 他并没有着急查看于主穴中的地方 而是躲了起来 小峰和小盈也随着自己的感知力 来到了这里 眼见已经来到主穴之中 小峰将自己从九叔那里偷来的千年古域 放入机关处 但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小峰放上千年古域后 人却静止地站在那里 不能动弹 这时九叔也慢慢走出来 并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全说了出来 原来九叔其实是这墓穴中 公主的后人 为了帮助被封印 在墓穴中的公主解除封印 她才会一同叫来 和公主属性相同的人 说完九叔掏出匕首 给小盈放血 下一刻棺材缓缓打开 里面竟然出现一个 美丽动人的女子 这人也正是九叔一直寻找的公主 但公主并没有理会九叔 而是向小峰走去 原来眼前的小峰是秦峰的转世 公主也在墓穴中等待她千年 公主用上自己的法术 将小峰体内的秦峰召唤出来 在公主要触碰的时候 发现她只是一个魂扑而已 秦峰劝说这公主 千年的事情应该放下了 就这样 两人相拥在一起 在深情的一吻后 消失在墓穴之中 小峰从沉睡中清醒过来 带着小盈离开墓穴 九叔则独自一人 留在这里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现代和古代交叉叙事 牢扣千年之恋的爱情 在古代中这样真挚的爱情 很是常见 但在如今却是少之又少 人的一辈子很短 不要等错过了再去珍惜 那最后剩下的只能是回忆 趁现在好好珍惜眼前人吧 好了今天的电影推荐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那就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